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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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派给你的观众朋友问我哪一个招呼啊 看到这么多的好朋友 Hello 大家好 我是宁春海刘宇 啊 感受到了我们广州的观众朋友的热情 对不对 是 听说你已经很久没来广州 对 因此我还新学了两支广州 啊 你选了粤语打招呼是吗 对对对 我先来睡觉 好 天啊 大家好 我是 英俊曼 鲁鱼 标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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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来笑一下 啊还有 好难过去 好开心 来到广州 好 我 是左方标吗 没有 口挂住了一点 好 好 好 还有一句啊 我终于了一点 没有了没有 第一次这么看到嘉宾啊 这么明目张胆的把这个小超撒出来 哈哈哈哈 有点我今天早上记了一个早上 然后我来之后来说 好险一点点 不然说了大家听不懂 所以就 稍微做个做笔记 所以还是很标准的 那今天呢是我们赵文杰的一个美食日吧 美食的主题目 所以你平时 会喜欢吃一些美食吗 或者你有什么特别的在吃上面的一些爱好 我平常的 喜欢吃的东西都比较独特 我觉得今天特别巧 就是 来到这儿之后 发现了很多不一样的美食 而且都特别有创业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黑暗料理的 忠实粉丝 所以就像什么西瓜蘸辣椒 大家都知道 对 哈哈哈哈 所以口味西瓜蘸辣辣椒 没错你有诚实过吗 完全没有 那我之前有吃过芒果还有辣椒 对青芒果蘸辣椒也很好吃 所以就是你自己的独闯 这个是这个 说法 这个吃法 它确实是很特别 其实 这个猎奇的这种美食 喜好 或者冬天好 跟我们造物节的主题 特别特别 我们也确实有很多这个 猎奇的美食 所以刚才也去逛了一周 对不对 对没错没错 有什么新奇的发现吗 其实刚才在逛的时候 我有发现很多的 比如说第一个 我看到的是咖啡皮蛋 对 然后 我以为它是有皮蛋的味道在里面 但其实没有 它其实就是一个咖啡味的果冻 但是很好吃 然后里面是抹茶 就更好吃了 我也喜欢抹茶 然后 还有 哎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 还有醒湿 对 醒湿 还有 我想想 还有 像那个爆辣味的 德州扒鸡 爆辣 哇 当时我吃一口 整个汗就开始往外冒 然后我要假装 就是我不辣的这样子 但其实已经冒了很多汗了 嗯 还有 没有什么 酸菜 酸菜 咖啡 酸菜拿铁 酸菜拿铁 就在那儿 那个也很好喝 就是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以为是 喝了一口咖啡之后 他让我尝一下酸菜嘛 就这一口酸菜吃 然后我咬一口 发现咬不断 然后我就把一整根给吃下去 有点咸的 好吧 那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 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 其实很特别的 就是这个省湿书 其实我也有看到 它是这个制作工艺 或者它一个制作手法 很特别 他看我 看过 看完的省湿书之后 有没有和自己的这个 比如说平时的一些个 工作呀 生活呀 什么样的想法 其实 大家都知道 我们有一首歌叫 点精 对不对 对 谢谢 点精 它其实 我们当中 舞蹈当中 也有这个 形湿的这个 这个湿头的一个动作 所以说当时我看到 那个形湿书的时候 感觉特别的清晰 大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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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其实 今天我在广州嘛 对吧 其实广州和我们的 这个形湿文化的 发源地 佛山 也特别近 所以我感觉特别的亲切 嗯 嗯 好 刚才 刚才我们主打的都是这个 跟吃热的关系 那我们这个外里面 除了美食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品牌 那其他的这些 有没有自己印象深刻的 有 我刚去到另外一边的时候 有看到好像真猫 我觉得那个是 特别特别 让我感动的一个点 因为很多老师介绍 说这个 有的时候呢 我们的宠物 不能够很长的 像我们的医生一样 那么长 因为他们的寿命 只有差不多十五年左右 那 等到他们离开的时候 对于他们这种思念 和牵挂还存在 怎么办呢 有的人就会选择去找他们定做 仿真猫 去做一模一样的样子 然后去让他们继续陪着 但是那个反正特别神奇 就是你从不同的角度去捧摸 他 他都会给你不同的回应 对 所以我觉得这点特别好 我以后肯定要 就是拿一只回家 我刚才留了老板的微信 哈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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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平时其实大家都知道 小语喜欢 也喜欢养猫 对对对 我有两只猫 嗯 超豆腐 超豆腐 妹妹 分别叫 分别叫什么 超豆腐 妹妹 三个字的叫什么 超豆腐 两个字的叫什么 妹妹 都是你们取的 不是我取的 哈哈哈哈 所以 其实我看到之后 我特别好奇啊 就是为什么会有 臭豆腐的文章 是你自己特别喜欢吃臭豆腐还是 好像是她刚接回来的时候 因为不能够去洗澡 然后她在这个衣服上可能就 因为我对这个气味特别敏感嘛 所以可能闻上去不是那么好闻 所以这次给她洗了一个很可爱的 臭豆腐 因为她的这个呃 臭豆腐的发酵 也是白色和这个美菌 我不是大型的颜色 她的毛色也很像臭豆腐和它的颜色 嗯 所以毛巾内心的OS 是你礼貌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哈 在我们的这个呃 馆当中哈 有的这个黑暗料理啊 或者叫神奇料理也好啊 今天我们也给小宇准备了一些啊 有一些呢 可能刚才你有提到过 吃到过 但还有一些呢 可能刚才你没有吃到过 是 那我们就一起来品尝一下 好不好 好啊好啊 我们在这边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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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我们桌子上面呢 摆满了 哎我们的这些做美食啊 但是其实从他们的外观上 很难分辨 因为他们和普通的 我平时尝试的一些 会有些东西啊 是的 是的 所以接下来就是到了 那个试吃的环节 那如果看到了这些美食之后 你觉得你自己 最想去试吃的是哪一个 其实我当时觉得最好吃的是他 啊啊啊 对 哎大家一会一定要去尝一下这个 啊啊啊啊 如果能吃辣的一定要挑战一下爆辣 我以专属版爆辣口味 对 所以我外面给你准备了辣椒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是 这个应该是一个爆辣口味 对 这个是爆辣 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全是辣椒米粉 爆辣 来 我们来拿一个手段尝试一下 我们这边还有打的一些购物 你们问我吗 那我加快点 你为何这些 他们很饿我 但是他们希望你还长一点 对 你的脖子都太饿我 真的 我都怕在一起 这个上面虽然没有很多辣椒面 但是也很好吃 哇 哇 所以他跟我们平时吃的那种 烧鸡啊 扒鸡啊 好像味道很特别的一样 我觉得上次是很好吃的 所以它里面的鸡肉味非常的香 然后呢 加上这个辣椒面 又是那种刺激了你的味蕾 让你果冰的想吃下去 如果我在宿舍 我肯定会抱着他 然后看一部我写的电影 哈哈哈 这个身材管你怎么办 身材管你不管 哈哈哈 好 我们这个呢是 海苔味儿吧 应该是 海苔味儿 对对对 诶 看到了 你看到 OK 嗯 这个味儿也很香 然后呢 这个就是 应该是我的那个 正常辣 正常辣 对 因为可以看到这个 和这个辣椒的颜色不一样 可以啊 这个也是海苔 我刚才吃到一个特别的味道 叫 青梅 青梅梅 这里没有 没有 对 这里没有 这个也是辣的 对 我们再来吃一下别的 对 你还想尝一个哪个 我很想尝一个海苔味的 海苔味 因为我在台上辣出汗 它就不好看了 好烫哦 清梅 辣辣 哇 鞭筒 所以这一款的话 有什么不同的口感 让我们分享吗 哎呀 别等了 啊 软软的海苔和芝麻是好吃 嗯 好 好嘞 那我们的一个炸鸡 我们就先吃到这里 我们除了这个 摇滚鸡之外 接下来你还对那一款 餐厅应该吃的 好 就在旁边 哈哈哈哈 封不闻 封不闻 一会儿你们去尝一下 一定要尝一下哦 好 尝一下小语推荐的这一款 大家可以看到 我手里的 刚才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 这个 酸菜拿鸡 哇 哇 你们有人一起感兴趣想播吗 没有 好 各位一起去看这边 尝一下 来 我们来尝一下 我来 喝一下 要倒到这个冰上没啪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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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油哦 没有啊 太可惜了 但是这个姿势的全部都是表现 最重要的题目来了 尝一下 哦 我们打它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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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试一下这一根酸菜 能不能咬得更棒的 我来我来 我喝一下 哦 哇 特别的味道 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 不通过我们喝的咖啡 他是里面有奶香 有菜香 有咖啡香 然后就是你能从这一杯饮品里面 吃出酸甜苦辣这四个味道 人生百味全是这一杯 没错没错 好 那咖啡 然后呢 你还有什么想要吃 诶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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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这个上面的这个标签 是特别为今天的我用之类 叫什么呢 对啊 我们看一下 这套能给到吗 里面是蓝莓的奶油 然后今天这个颜色也是 是特别的蓝色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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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到全部下来 好吃 去尝一下这个 专属的蓝色 诶 它是一个什么味道 蓝莓 酸酸的 然后很清香 而且它外面的这个皮 非常的精导 嗯 我觉得我是 因为我自己特别喜欢吃甜品 对于这种甜品的抵抗力 我实际分析 最少看到就想吃 好 那我们赶紧拿远一点 你看你的经验已经很开心了 哈哈哈哈 没有 开玩笑 开玩笑 刘雨 库志明的桌子 我刚才好像没有看到过 这个 这个 对 你看我还是学甜品 哈哈哈哈 但是我跟你说 你尝看得到 你先尝我再说 真的吗 对 我感觉又行 看起来是甜品对不对 对 好 看起来是甜品 好甜品 都没误会 好甜品 好甜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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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酷 好香 上面那个红色的 其实我昨天在彩排的时候跟你一样的疑问 我也问了工作人员 他们会说这个是鹰嘴豆酱 鹰嘴豆不是这个颜色啊 他可能加了一些其他的调料 天然的一些红色的东西 他比较知道就是健康 所以你看鹰嘴豆啊 什么这些燕麦的外皮啊 都很健康 是我喜欢的很健康 都是我喜欢 嗯 好 接下来我要尝一下这个 谁是银银银银银 碰块为什么会有这三个调料 他是可以去你自己来发现一下 就是他可以去DIM 不会吧 因为我感觉他不是这样吃的 不会是要加在什么里面 没有没有 他这个调节是这样吃 哦是这样的 对 他是一个董干银银银 就是他我们平时都会喝咖啡啊 对 他是把咖啡做什么冬干 把他去吃 哦 你们想看我尝试这哪个口味 我们有 他比得到我 注意表情 注意表情管理哦 哦 还可以 还可以 因为我平常吃芥末也会吃的 对 今天芥末对我来说 还OK 还我秒钟会更高 不行 再一下炼肉 炼肉 我发现你吃什么味道 他们都能接上一句话 哈哈 最后一个辣酱 辣酱啊 好 有你来参专 真的没有你占过的酱 哈哈 辣酱不错 辣酱不错 所以参个酱 我选一个的话你会选哪个 有点黏牙的一下 哈哈哈哈 就要是我的 我选这个 选辣酱 好 一定要试一下 这个生银和铁块 就蘸辣酱 嗯 好 那我们还有最后的两个 饺子 饺子 饺子就没啥可说的 饺子这个有什么特殊的吗 没 你可以试一下 还有什么特殊的 和一样的吗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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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尝尝它什么像 刚才尝不出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吗 是吗 霸鱼香 特色的鱼水整理 嗯 霸鱼肉 对鱼肉的 霸鱼 好 你平时会喜欢吃饺子 我喜欢 对对对 但是一般有活动 我常常会吃饺子 因为饺子里面 会有一些比较 口味重的食物 好 好 最后一个 黑色的 月饼 晚生之光 停落不悬塌 哇 天哪 嗯 怎么 可以咬到流心 有流心 好 好 好 看你吃的味真的很香 好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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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什么味的 不知道 黑松露 对好吃 好 ok 那品尝了这些之后 那我们来 打个分 新开分你大概说了 就是这个 这个是你的满分 第一名 好 ok 大家知道了吗 ok 大家一会儿也会 也可以根据我们这个小宇老师的刚才收的这些介绍哈 我们去 是吧 你拿一下好不好 找了 找了 好 那平时你自己是一个会自己去制作美食啊或者是怎样的这样的人 哦 会 会 会 因为我很多的搭配都是我自己按照心情来做 可以 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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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谢谢 还有礼好 继续哈 嗯 所以你平时会做怎么样的搭配啊或者做哪些好吃的 或者说你在自己做饭的时候会做那种黑暗的东西吗 就给你的家人或者有什么东西 倒是不太会给别人吃黑暗的东西 但是自己愿意去尝试 比如说前段时间我有在喝那个冲桃的粉嘛 嗯 然后我就总觉得哎呀一直喝冲桃粉就有点不味 我就往这个冲桃粉里加各种东西 直到有一天我加了辣酱 我刚才就想说是不是要加辣酱 那你真的是颠覆了我对于食物的味道的一个认知 确实是喝不下去了 对 确实是喝不下去了 确实是喝不下去了 对 大家也不要随便尝试什么乱七八糟的大片 还是食物原汁原味是最后的 嗯 ok好 好 你说什么 ok 那没几块钱啊 不重要了 既然呢今天咱们是这个造物节的美食主题日 所以我们今天是吃不够的 嗯 然后为什么要问小宇说你平时会不会跟你的小伙伴去分享啊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到下一个美食挑战的环节 叫做请进美食搭配 对 我们在一些确定的场景之下 我们来这边 啊 啊 然后呢 我们跟大家说 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场景 比如今天我们造物节 那你会去分享哪些美食 其他的一些场景那你会分享哪些美食 好吧 好不好 好 还是刚才我们这些好吃的都给你准备好不好 好不好 好 来我们看看小宇会怎么搭配好吗 来吧 好 来来来来 我们来到这边的桌子上 耶 哇 啊 有没有任何场景和你的情景啊 去给你做命题 然后你要去做搭配啊 好 好 我们可以把这个拿一个卡 然后把搭配很好 好 好 我们现在第一个场景哈 第一个 第一个 第一个场景是说 说 你要和我们的in2one的小伙伴我们的队员们一起去录营 哦 我喜欢 喜欢啊 我们的录影很火 所以在这个环境之下 那个场景之下也会带你那些食物 和他们去录营我觉得要带这个 要带一个玩 然后呢 带饺子 因为 我们团里有东北人 东北人爱吃饺子 而且 很多外国的弟弟也爱吃饺子 嗯 这个时候我讲的 是的 还有一个什么呢 我觉得 健康的食物 健康的食物 所以我觉得 小甜点 对 看到点子 这样 我把它放在这一会儿再 一会儿再分 好嘞 OK 这是我的 团队 第一个团队 对 嗯 哇 好 所以我们可以问一下 比如说 这三款美食 你有什么特定的要去 谁 指定谁 让它来品尝一下 这个 我觉得 这个是中途考虑 中途考虑 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尝试 嗯 因为 他们都不挑适 都不挑适 都不挑适 不挑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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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你说的 这个是你最喜欢的 OK 没有分享给他们 原因 加上加上 加上 临时 就是刚才放在了 现在临时在回家去拿一堂 对 好 好 这就是我们小雨 分享给我们一位成员的 小伙伴们的 好吃的 如果各位看到了之后呢 可以来问一问 小雨 这个口感是怎么样的 包括说 哪一位成员朋友们 对哪一个食物更感兴趣 你再后续来分享一下 是吧 好 好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搭配 那我们来继续进行第二个搭配 第二个搭配的话 第二个是说 你现在刚刚结束 辛苦的练习 好 一天的工作很辛苦 但是 你现在必须 马上去六楼 那这中间 只有一点点的时间 你要吃每一个美食 只有一点点的时间 还要去六楼 为什么还要六楼 老狼 为什么还要六楼 老狼 小雨 我怎么又不那么累了 哎 但是我还是得六楼 我来了 我来了 那 在这个情况下 我会带一杯酸菜拿铁 酸菜拿铁 因为我要拿在路上 方便去携带 是的 然后 然后 我再拿一个好携带的 好 再拿一个这个 声音 拿铁豆干 但是全是拿铁 对 OK 全是咖啡的 这样去遛口怎么样 大家觉得OK吗 可以啊 上完了是吧 走回家 平时的话 下你的结束练舞一般都会很晚的吧 对 其实很晚的 然后这个时候 需要补充点能量啊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声音 喝了咖啡会不是很好 你要知道我下一个问题 没有 不会吗 我不会 我其实喝了咖啡也可以学习 可能就是 太挺成为了我的一种习惯了 就是他不会对我的睡眠做成兵性 好 那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场景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下一个场景 是 第三个场景是说 你自己处备了一年多 想要去开一家餐厅 然后呢 在你餐厅刚刚开业的第二天 你就知道 在你们隔壁 有一家米其林三星的餐厅要开业了 这个设定真的是 好惨啊 好惨啊 他不是装兇吗 所以你觉得 哪一道菜是你的正面拿手杀手机 我知道了 他不是名其林吗 对 我有一道菜叫黃麒麟 所以是什麼 黃麒麟是黎默 黎默的名字 如果真的我會開這個 我會拿它作為我的主推品 因為我覺得甜品是可以給我的生活帶來幸福感的 所以來我店裡吃到這個藍莓麻薯 應該會感到非常的開心 然後會在我的店裡再點一杯酸菜拿鐵 就配合一起吃 黑暗料理小餐廳 對 因為你看你們是不是都會來吃 所以你覺得米其林可以打過我們 米其林說我還沒有開業就已經開了 所以你平時為我們來稍微認真一點 就是你真的有想過要去開一家餐廳這樣的想法 有耶 真的有有有有 會是什麼類型的 會是甜品店 甜品店 對甜品店 所以就趙牌提到了嗎 像這種店類的會做我們的招牌 是的 所以你如果是自己開了會自己去做嗎 會啊會啊 會做 比如說我會做這個 對 對 我的榴槤牌層名字已經想好了 叫腹肌榴槤牌層 因為我上次在生日直播的時候 我有自己做榴槤牌 但是粉紅的榴槤牌層的切法是切成三角形 對 或者是光塊兒榴槤 我切成了八塊褲子榴槤 所以說這是我的創意 好 那我們接下來的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說你的餐廳已經開業了 那你希望第一位進來的客人是誰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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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覺得大家都來 因為每一個都很歡迎 對 我覺得 因為是什麼呢 呃 我是帶著愛來做菜的 你們也是帶著愛來吃飯的對不對 對 所以說歡迎你們來我的餐廳 好 好 好 那今天這麼說呢 我們來問最後一個問題吧 就是如果是你自己在餐廳 那你要去給你的司法老闆去做一張自開的話 你會希望這人一張餐廳 我想想啊 好可愛 笑起來 唉 腦海裡的想法太多 我覺得 媽媽講 不行 不行 這個太簡單了 三點 三點 做一份青湯麵怎麼樣 啊 啊 然後我會給大家準備很多的配料 然後在這一碗青湯麵裡面呢 大家可以給我自己的口味去進行配合 怎麼樣 所以家口味很喜歡吃的 對 這個調料怎麼樣 這個時候就是 又能吃到我新手下的麵 然後又能迎合大家的不同的口味 可以跟老闆一起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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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就是我們講談的這個關於開餐廳的這個問題呢 我們現在最後一個場景 好好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場景就是你現在呢非常著急 和媽媽在去趕飛機的路上 要去趕飛機 但是這個時候媽媽突然說 小宇我餓 所以這些你會推薦給媽媽的事嗎 這個 這個 因為我後來都特別能吃辣 特別能吃辣 對 就是說 爆炸腦筋 辣是非常 符合我們倆的口味 嗯 所以你今天回去之後 真的會和媽媽分享這款美食 對不對 那要得寄回去吧 寄回去真的就壞了 得真空包 來我們這個吃辣 拿去到我的後來 嗯 好的 好的 那我們這一個遊戲 互動 到這裏 就可以請了趙姨館 不要 不要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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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平時聽說 小宇也會有這個 拍Vlog 還是很的習慣 對不對 對 那所以今天你來到我們的造劫節現場 有沒有去記錄一下 今天的這個 有是嗎 我拿那個 自拍桿有很多的 就剛才已經開了一下 所以我們 我們也要 當然了很重要的 對吧 啊 我們工作人員拿一個 我們的小禮張牌的手機上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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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那我們就把我們台上的這些 記錄在我們劉宇的活動裡面 已經開始了 啊已經開始了嗎 對對對 好 大家好 我是一種愛劉宇雲 非常開心 好 好 在我入記2022美食主持日 來我們一起拍張合照吧 好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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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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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欢迎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继续来支持小宇好不好 好 最后还有什么想要跟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说的吗 真的是好久好久没有这样和大家见面了 所以我还是非常 我是打心底里非常非常的开心的 因为什么 因为每一次在练习室里 不管是准备啊或什么的 就是特别想跟你们见面去面对面的这种分享 虽然今天没有给大家表演节目 但是我觉得相信以后 有很多这样的机会 我们可以这样面对面 然后和大家分享我的作品 然后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舞台吧 然后这个机会也很好 我觉得今天见到你们非常开心 嗯 可以 下次还会见吗 可以 那我等着你们哦 好的 好的 我们再次谢谢刘宇来到我们造物节2022的现场 也谢谢我们所有观众朋友们的到来 刘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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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